你們都看過了 政治人物的真面目了 常看到 對 所以你們根本沒有 把他們當成是什麼 太可怕的高官啊什麼 大家都是人 雖然他們會假裝 好像不願意受訪 可是其實攝影機關掉 停下來跟你們畫家長嗎 有些人會耶 有些人會很喜歡私底下 然後他說 然後我跟你說 怎樣... 可是其實妳會錄吧 不會 我覺得那是誠信問題啦 就是妳如果跑線 妳要去經營一個線的話 妳真的願意... 就是妳要把他當朋友 那如果你為了一次新聞 妳去把他跟你說 妳不可以告訴人家的新聞去 就是on air了的話 那妳就失去這個朋友 妳可能換得一次獨家 可是之後就沒有了 對 所以妳一定要遵守 他說不要說是我說的 我覺得要看狀況 有些如果是 比方說不公不義的 他即使叫妳不要錄 妳可能還是錄 因為那是... 妳可能爆出來 那是黑心商品 那個老闆一定會告訴妳說 不要...不要爆怎麼樣 但是那個... 以我們來的角度 我們還是會爆 你們會在背的皮包裡面 藏那個小攝影機拍嗎 看狀況 有些時候我們會 可以 妳藏過 妳們都藏過 就是它會比較針孔式的攝影機 對 那會很緊張被發現嗎 基本上那種東西 就是我們要自己保護 我們自己的安全 對 那我們跟攝影師 一個partner嘛 那其實他們也會 其實攝影師是比較辛苦的 因為他扛一個大機器 或他是... 如果是隱藏式的那種攝影機 在裡面的話 會比較多的危險 大家一定... 假設對方發現 他一定是第一個 要攝影師 妳把那個底片交出來 對 甚至可能會有些都挨打這樣子 楊若梅妳背過 妳去哪裡拍那個 我也是拍好像 也是一個黑心的食品 就是過期的東西 然後也是把那個... 因為他現在做了很多樣子 做筆啊 做包包啊 然後就是把... 就是直接被包包進去拍 然後也是跟攝影 就是假裝可能是情侶之類的 然後就要問店主一些問題 就直接問他 對啊 然後沒被發現嗎 沒有 然後都不會冒冷汗 不會 因為就是為了工作嘛 就像剛剛講 如果你別太幼 我沒有的話 那壓力很大 那會不會出來發現 沒有錄到或什麼 都是有錄到 因為要拍之前 就要趕快仔細都檢查過 所以並不太會有這種狀況 可是演情侶需要演到躲逼針 街舞 就現場都要親密的... 親密的討論說 寶貝 妳看那個東西 所以就可能就是 走得很近就可以了啦 不太需要太... 因為只是要分散店家的注意 所以比較還好 你們有哪一位播氣象的時候 後面是欄目 沒有出現那個地圖 對 你們都碰過嗎 你說播到一半 發現沒有投影出來的藍色 就是其實播氣象後面都是 就是藍版或是綠版 然後就是大家看到那個都已經是 就是後製上 對 但有一次就是我播的時候 那通常我們都看雲圖 就說今天就是台灣上空啊 有些雲層或什麼的 但那天就是我要比的時候 因為我們其實播氣象 前面都會有兩台電視 就是一個是Air的 然後一個是回看 就發現就是當機 它就是整個 就是一個台灣跟大陸 然後就沒有雲 沒有雲 就不成功 就是只有一個地圖這樣子 就是呈現就是只有一個 台灣跟大陸 然後上面什麼都沒有 那妳還要硬筆嗎 對啊 就會說今天 我們這個可能就是有點... 就是有點故障 對 有點故障 有點問題 其實天氣還是怎麼樣怎麼樣 就也不能說今天都沒有雲 可是明明就是... 它是壞掉的 可是妳怎麼知道要講什麼 就是播報之前都會先就是上... 妳要先去看一下 今天的天氣圖啊 雲圖 然後就是才會 就是把資訊給大家 所以妳真的知道妳在講什麼 就是妳在比那些雲的時候 那在比雲的時候 手勢需要有一些 比較花俏的設計嗎 不用 但是可能每個人不太一樣 因為有的主播 他就會比較...就是手勢大一點 所以如果是周欣妍去播 氣象就會播得很... 每天都台風這樣 對 那妳可以加俏皮化嗎 就是比較生活化 就是可能說今天就是早晚有點 比較涼啊 然後大家出門多加件衣服 小心不要感冒 就是或是太陽很大啊 記得做好防曬 然後不然會曬成什麼 小黑人之類的 就大概就這樣 所以妳不能說今天溫度很低 今天走紅地台 那些女明星死定了什麼這些 應該... 對 不會 那就是大概就是比較生活 提醒大家 小心不要感冒啦這樣 所以如果現在你們這些主播 一起被邀請去走紅地台 你們可以穿得很性感嗎 要問公司耶 公司會管這個 會 可是下半身平常就是亂穿嘛 因為看不到 通常會卡到這邊 會拍到這裡嗎 就是最多到膝蓋 通常 不是都到這裡嗎 其實要看有些像氣象的話 就是全身 你可能就會看到 像政治速報的時候 也幾乎是全身就拉拉緊 可是如果是一般播報台的話 可能就是只有半身 對 所以有時候看它更小 可能是上半身而已 有些抬它更近的 只有一個頭這樣 所以要穿非常短的裙子 也OK嗎 不穿也沒有關係 拍不到也沒有關係 所以你們現在聽說 是在播報的前一天 造型師就幫你們看過衣服了嗎 就不是臨時抓衣服穿 不是 所以你們臨時如果抓到衣服穿 說我不愛之間可以換掉 因為要挑適合自己的嘛 就是大家看到的是我們 大家不會想... 所以各位主播衣服 不是掛在一起的 不是用那個衣櫃 對 所以你們不能去挑人家 說我要他那一支 然後髮型也沒有硬性規定嗎 有... 每個人都有一本檔案冊 就是女師什麼樣的髮型 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然後因為就是如果一直變動 可能觀眾也會搞不清楚 到底誰是誰 所以你們的髮型都是 已經維持很多年了嗎 我們都有定妝的 一個本子裡面 我們的妝是什麼樣 眼睛怎麼畫 嘴唇什麼型 頭髮什麼都定了 然後要維持多久 一年嗎 不曉得耶 沒有人這樣講 因為我要之前買的是長髮 然後就剪掉 是經過公司同意的 就是公司就建議 希望他剪出一個型來 對 所以裡面可以有一揪是綠的嗎 應該不太行喔 因為是屁板會被Key掉 對 就是這麼消失 所以妳如果突然想要 剃成男生一點的髮型 公司是可以告妳的是不是 可能先去報備一下 但是應該也不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如果現在 王偉忠大哥找你們談說 不用做主播了 改成做主持人的話 可以嗎 進演藝圈嗎 我可能不行 妳不要 我沒有 我覺得我不適合 OK 劉函竹呢 我也覺得我不適合 劉函竹長得不像是明星耶 他就是主播臉 是 他是正派的 對 劉靖秀也是嗎 對 胡怡潔呢 正派 他想當男生 我沒有... 有人跟妳談過了嗎 就是大學的時候有 就不要 對啊 那時候就說 要把妳打造成 就是夢幻的歌手之類的 或是... 然後我就... 我覺得我都不適合 所以都沒有... 就都沒有考慮過 那現在呢 現在就是走到新聞業啦 我覺得就更不會考慮了 不會啊 很多人從新聞業走回來 因為像侯佩辰現在當藝人 也當得很好啊 我覺得那是很少數的機會耶 對 就是我自己 就是走好我自己選的路 比較重要 他如果要當藝人 我也會覺得 要不要勸勸他 他可能可以當星座老師